丁大人 还顺便送了我一句话 什么当今奸臣当道 金官不做也罢 想起来了吗 原来是陈公台 我气得倒不是你说的这几句话 我气得是你连面都不见我一见 曹阿满呢曹阿满 你历来是轻狂傲慢 狂妄自大 藐视天下 接下之求了 不敢与县令大人论天下 当然 我也不屑于和你这个亲犯论什么天下 今天我倒是想跟你论一论柴米油盐的事情 拿下你曹操的脑袋 曹操 你连皮带肉也就一百多劲儿重了 怎么会值千斤 那悬赏之人是不是瞎了眼睛了 好了不要再啰嗦了 尽管拿着曹某的脑袋到东西那儿去领赏吧 好 不错 不错不错 死到临头了还挺有股的英雄之气 别着急 明天一早我就会准备一口坛子 装上你的脑袋 奔赴京师 来人呐 在 让他尝尝钟某县大牢的厉害 大牢伺候 走 走